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线上日文教学 今天我们是来上大家的日本语初级2的第13课 这个地方 第13课这个地方 我们有主要教三个文型 首先第一个是在讲说 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前面放上一个名词 加上一个助詞 后面放上一个欲しいです 欲しい这个字本身是一个一形容词 是指说想要一个前面的什么东西的意思 那一旦可以讲 私は何々が欲しいです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讲说 我想要私は そうですね 我想要比如说 お金が欲しいです 我想要钱 这样子也OK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放入任何你喜欢的人事物进去 比如说你想要讲说 我想要一个女朋友 那就讲说 私は彼女が欲しいです 当然在一连串对话当中 很有可能你根本不会看到私は 你可能只会讲说彼女が欲しいですね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注意一下欲しい 这个地方是意义形容词的一个表现方式 来那么第二个文型是告诉我们说 想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那么想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这边我会第一次看到 我们要把供词 变成mas 形之后 那我们把这个mas 给去掉 然后再加上 欲しい 对不起不是欲しい 再加上tai 这个字 就变成什么什么 taiです 的一个表现方式 来这个tai 跟欲しいです 一样 他们都是属于 一形容词 的一个词类 所以我们前面是动词 没错 那我们的动词 加上tai mas 形去mas 加上tai的时候 之后我们的表现方式 就会变成 这个一形容词的表现方式 所以结果还是です 来做结尾 来比如说想要去日本 我们可以讲说 原本是 日本へ行きます 原本是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mas 给拿掉 加上tai 日本へ行きたいです 这样子就会变成说 想要去日本 的一个表现方式 那我们讲说 因为这是一形容词表现 所以你可以把它给成 否定型 你可以讲说 たくないです 比如说 不想要吃饭 ご飯を 食べたくないです 这样子也可以 ご飯を食べたくないです 所以你会注意到说 我们这个tai 一形容词 把它变成否定型 就会变成くない 跟一形容词的表现方式 是一样的 你就会得到 何々をしたくないです 不想要去做一个 什么样子的动作 这样 这是第二个 来第三个文型呢 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去哪里 回哪里 回哪里 来哪里 做什么 我们 去 来回家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看到两个句子 首先一个句子 是 どこどこへ 然后呢 你后面可能会放上 我这边用行きます 来举例 你也可以来也可以回家 どこどこへ行きます departへ行きます 学校へ行きます 日本へ行きます 等等之类的 都可以 你要放什么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在中间呢 加上一个住词你 来这个住词你呢 在这里呢 表现出的是 我们的 目的是什么 我们去的目的是什么 来的目的是什么 来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的一个感觉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放两种词类 一个呢 是名词 另外一个呢 是动词mashing 刚刚又看到的 动词mashing 去masu 的一个表现方式 你可以放 这两个东西在里面 这样来 所以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讲说 去日本旅行 那么你可以讲说 讲出差好了 日本へ 那出差 这是我们这课的单字 我们讲说出差 出差 出差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名词 所以我们单纯加个注词你进去 然后放上行きます 日本へ出差 日本出差 去日本出差 来 又或者是我们今天 可以把这个出差 这边我们改成其他动作 比如说我要去日本游玩 那玩耍游玩 日文是 遊びます 遊びます 这是动词mashing 所以呢你想说你要去日本玩 日本へ遊びに行きます 把这个mashing拿掉 日本へ遊びに行きます 我要去日本游玩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 放任何你觉得意思通的名词进去 或是放任何你觉得意思通的动作进去 记得动作的话 要把后面的mashing拿掉 我们就可以再加上说 去哪里干嘛 来这边干嘛 回去那边干嘛 等等之类的 你要做任何动词变化 记得拿后面的行きますきます 或者是带ります 来做变化即可 所以这边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13课的文型 那么各位在这个学习13课的时候 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 不了解的话 那么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我看到的话 有时间我就会回信 那么各位加油了 拜拜